最新的MacBook Air终于在苹果的2018年的第二次的发表会呢 正式宣布了 而且你还可以在11月7号购买到它 那么到底它值不值得购买呢 大家好我是神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是的 这一集我们将会讨论 到底最新的MacBook Air值不值得购买 或者是值不值得升级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外表 在它的厚度的比较下呢 新的版本呢是比较薄的 新的MacBook Air呢最后是到0.61寸 而旧的MacBook Air呢是0.68寸 至于重量的话呢 新的MacBook Air则是1.25kg 而旧的呢则是1.34kg 其实这个有差 你背久了你就会发现到了 再来萤幕方面 新的MacBook Air也使用了LED Backlit Retina Display 而旧的呢则是使用LED Backlit Display而已 比较简单来说就是 你在使用新的MacBook Air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它的颜色更加显艳 更加特殊 比较高清 至于TrapPad方面呢 新的MacBook Air使用的跟MacBook Pro是一样的 Forsetouch Trap Pad 而旧的呢则是使用一个Multi-Touch Trap Pad 在使用了这个MacBook Pro的时候呢 我其实发现到Forsetouch Trap Pad呢 是比较好用的 至于插口方面呢 这次呢 Apple呢 把之前旧的MacBook Air有的插口 像是两个USB Port 和SDXC的Cast Lock 都移除了 取的代之呢 就是这新的MacBook Air呢 有两个Thunderbolt 3的USB-C和Port 你可能会觉得比较不方便 可是 以我个人来说呢 我觉得 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常使用到USB Port 至于颜色方面呢 旧的版本就只剩下Cever Color 银色 而新的版本呢 你就有三种颜色可以选 第一个是金色 然后银色 和 Spray Gray 就是 就是太空灰吧 我个人是蛮喜欢太空灰啦 不懂你喜欢哪一种颜色呢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它的规格 在Processor方面 也就是处理器 我会觉得旧的版本可能会有点显胜 旧的版本是使用1.8GHz i5 或者是你可以升级到2.2GHz i7 至于新的版本呢 它就只有1.6GHz i5 不过是属于第八代的Intel Dual Core Processor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它的RAM内存 旧的版本呢 就只有8GHz 而且是16GHz 新的版本呢 你可以从8GHz 或者套件到16GHz 而且是2133MHz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就是 在这个内存方面呢 新的是比较好的 至于Hardisk方面呢 旧的版本呢 是128GB到512GB 而新的版本呢 就比较厉害了 它可以从128GB到1.5TB 以我个人来觉得的话 其实256GB呢 是够用了 你真正有使用Book Cam的话呢 我其实还是蛮建议你可以使用V2GB 会比较够用 好 至于Graphic Card 就是显卡 旧的版本呢 使用的是 Intel HD Graphic Card 6000 而新的版本呢 使用的是 Intel High Definition Graphic Card 617 我晚上做了一个科普 其实 HT跟UHT呢 相差的就是 你可以在UHT这边看到 比较顺畅的4K 所以简单来说 你就在看一个超高清的影片的时候呢 你的电脑是比较顺畅的 最后最后 我们就来看它的价钱 首先 旧的版本呢 如果你没有任何升级的话 它的价钱是 999美金 而新的版本呢 如果你是选择比较低配合的话呢 是119美金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总结 如果你现在使用MacBook Air 已经有几年的话呢 而你又在考虑要不要更换新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升级 这新版本的MacBook Air 如果你是想要新入手 这个MacBook Air的话呢 这新的MacBook Air 你可以用来做文书 偏近你的图片 和比较简单的影片制作 当然如果你要玩一些 After Effects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你使用 还有MacBook Pro 这一个新的MacBook Air呢 其实真的是比较实用 而且 实的升级 或者是购买 那么你怎么说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啦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我个人对于 新的MacBook Air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也欢迎你订阅我这个频道 然后接收更多 关于MacBook的使用教学 如果你在使用MacBook上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么 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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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